你好 谭老师 久温大名 你好 我是山西的创业代表 我叫赵天宇 你好 非常感谢王立芬老师创办的优民网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缘 我的问题是我有激情 又改变很多家庭命运的梦想 又有项目资源 唯独没有资本运作的经验 怎样开始创业呢 我觉得开始创业是并不需要资本运作的经验 如果你有所有一切条件 有商业模式 你就完全可以去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 去把你的这件事情做起来 你所说的商业运作资本运作经验 恐怕我听起来是无外乎 你想开始就融点钱去做的事情 但是你单凭一个想法 一个概念 如果你自己没有过去的成功的历史经验 的话或去见证的话 是很难融到钱的 或者说百分之百是不可能 就不可能的 所以千万不要先依赖于别人 一定是靠你自己 把事情从小做起来 一步一步做起来 当你有那个出行的时候 你再去融资 很多人有这个误解 就是说我只要有概念 就是融到钱 千万想都不要想这个问题 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 微信门已经越来越谨慎了 所以对投资的钱 特别是要看重你这个人的成功率怎么样 第一个 另外一个误区呢 就是说这些投资的人 创业的人 把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项目 我收到过商业计划书 很多人告诉我 五年之后我就打败Google 三年之后我打败腾讯 这个大家别笑 真是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商业计划书 这个呢 你这样一说 恐怕是 这个 微信门立刻就把你的商业计划书 直接扔进垃圾桶了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尽管有这种 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但是你要记住 微信也是人 也是个正常的人 里面也有非常非常聪明的 同样大部分人 也都是跟我们的智商差不多一样的人 所以他百分之百不相信你 你的项目 能不能打败Google 所以千万别高估了自己的项目 或者自己的 自己描绘的那个未来 跟微信谈的时候 一定不要谈太高 实实在在的 你说我三年以后 打败Google 没有人相信 所以还是踏踏实实先自己做 从你资本运作这部分 只有当你的 做起来一定规模 这一规模哪管先做一年两年 我们把叫做测试环境 或者是一个测试条件 已经做出来 能证明的概念 我们叫做概念证明阶段 你这个时候再去找微信 要比你现在找微信 容易的几百倍 所以你也有时间去学习 资本运作的这些东西了 好吧 嗯 嗯 谢谢观看